大家好,我是明白 这一节我们给大家讲一些综合性的知识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 爬取标题 大家看我们这个有 抓取标题 抓取链接,抓取图片,抓取表格 结构题 然后规律分页 下拉分页 这个是点击架子工作分页 URL,点击页码分页 埃及页面 循环分页 Citemap大误导出 CoachDB 这些已经将 WebScript的功能点讲完了 这节课给大家 但是大家喜欢前面的一些 就是可能遇到新的网站 还会有一点就是 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这一刻我就给大家讲一些 如果遇到一个新网站 我们该如何下属 因为不同的网站 它由不同的程序员来写 可能不同的程序员的编码风格不一样 所以它可能就有不同的展现形式 但是它的也有共性 就是它相同的类型之间会有共同的格式 我们就按照这个格式 就可以通用到所有的网页 但大家记得 你在从某一个网站上 的Citemap到其他网站是不能用的 比如说你在 知乎抓取标题 你把这个Citemap放到简书上来抓标题 肯定是不能不行的 因为简书和知乎 它是不同的程序员来写 它虽然你看起来 它这都是标题下面这些东西 都是标题下面这些东西 但是它里面的一些 程序员取得变量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是 一个网站的Citemap 不能说单独就直接套文到另一个网站上 这是不行的 下面我给大家讲 遇到新网站我们该如何下手 第一我们看到选择器 单个我们给大家介绍 单个信息的话 抓取的话有文字 抓取文字用Text 链接用Link 图片用Image选择器 表格用Table选择器 这里面文字选择器 我们是一般都必须有的 因为我们抓取网页上 一般都是需要抓取一些文字信息 即使是抓取图片的话 我们也需要抓取图片的一些描述 表格的话 它其实本身上也是表格里面会文字信息 多个信息 比如说 知乎的话 我们可能 在我们实际抓取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需要 用Element的选择器和其他选择器组合 比如知乎我们通常 简单的抓取标题 意义不是很大 通常我们都会抓取 这个标题对应的点赞数评论数 同样微博也是一样 我们抓取内容的话 通常可能有需要 分 抓取它这个发表时间 转发数 评论数 点赞数 减数也一样 包括其他淘宝的话 你不可能只抓取它那个 商品名称 你可能需要一些价格 然后购买数量 评论数量等等 要抓取这些 一个 如果信息 它是一个结构体的话 我们就需要使用Element 所以说 而且我们通常在后面的 实际抓取成功中 都需要抓取这种 结构性的信息 所以我建议大家 就是抓取性的话 先用Element 然后再用其他 Element下的 只选择器 再用一些其他的选择器 比如说Table 就是我建议大家 遇到一个网页 先用Element选择器 将你需要抓取的信息的 这一个区域给选中 比如说知乎 我们就先点击 Select 用一个Element 这样我们 虽然你抓了标题 你就将标题所在的这个区域 给选中 选中第一个 然后选中第二个 好 它就将下面的这些 全部选中了 我们当Selecting 如果再需要在里面这一些 剩下的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表格里面 在这一个单个的Element里面 我们 创建只选择器 比如说我要抓取标题 我就选中标题 要抓取点赞数 我就抓取点赞数 这样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只需要在 负选择器里面 这个Element 选中Multiple 选中Delete 在只选择器里面 我们就不用关心 下面这几个选项了 Multiple Delete都不用管 如果你要 如果不用Element的话 你下面这几个 多创建 BCD 评论 还有这些的话 你就每个都需要 点一次Element 点一次Delete 有选择 有选择器 有副选择器的话 有Element结构器的话 因为结构器 它已经Delete过了 而且像结构器 我们已经选中了 是多个 相对于同一个 对于一个结构器来说 它只有一个标题 一个点赞 一个评论 所以说我们下面的这些 都不用 在关心这些 里面的这些选项 Element Multiple 这个Element 这个Multiple和这个Delete 我们都不用管 这样也给大家 节省了一些 复杂的操作 也不用关心这些复杂的 繁琐的操作 这也是一个 用Element结构体的一个 优势 同样的简说也一样 如果我们要抓标题的话 我们就先将它标题所在的 这块区域 给框起来 给框起来 后面的话 我们就在进行一些 在里面做一些具体的设置 OK 这是第一个 我们需要做的东西 第二个 我们就分析同类型信息的区域 怎么分析同类型信息的区域呢 比如说这一个 我们要抓标题所在的 这个区域 第一 第一步我们就凭感觉常识来点 具体下来就是根据形状 大家看 这一个标题 我们按正常来看 它这一个标题有点赞数评论数 它就是这一个句型里面 这个句型代表一个标题的 所有的一个结构 这个标题也一样都有标题 点赞数结构 评感觉我们要看 这一个句型 每一个这种句型 都应该是同一个格式 接下来我们评感觉判断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第二步 用element来点击 来判断一下 我们就点击select 来判断一下 比如我们选中第一个 这个句型 然后选中 我们鼠标移动到下一个 再选中 这样选中以后 我们就大家看下面 全部选中了 这样就可以判断出 它们这么一个写方块 就是属于同一个类型 我们就可以点击 当selecting 然后后面就在里面 我们进行一些 子选择器的设置 同样的根据 如果减速我们也一样 我们大家看 它每一个标题都有 这几个 有这一段中文 有一段作者 这个是评论数 然后是点赞数 我们同样判断 它每一个标题都在这一块 这一个区域属于同一个格式 我们就点击 然后点击 然后下面它基本上就全部选中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 点击当select 一判断出它 同类型的区域的话 我们就选完以后 我们进行的 animal preview看一下 确保它已经选中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 选中同类型信息 已经选中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 接下来就需要在 里面做一些 比如我们自选字器里面 抓取标题 作者这些信息 都是我们接下来 要第二步做的东西 还有就是我们 第二步如果 当然减书和知乎 属于比较简单的 我们根据感觉 就判断出了 它这个 这一块区域 这个句型和这个句型 属于同一个类型 当然有的奇葩网站 可能 不是这么 太规律 大部分都是规律的 因为程序员他写代码的时候 他就写一份代码 然后 框进这个区域以后 然后下面都是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的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 对 绝大部分网站都是适用的 但是也有小部分网站 就是因为可能他会考虑到我们爬虫 就会做一些比较 奇葩的操作 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再多点击几次 多尝试一下 不同的区域它是不是处于同一个类型 有时候遇到一些奇葩网站 我可能会点击十次或者更多 所以大家不要点击一两次 发现选不出共同的类型 就觉得抓不了 多点击 就是多尝试 同样微博也一样 我们选中这块区域 选中这块区域 好的 我们就这一块就这样 当然还有第三步 强制按钮 这块大家不建议用 如果一开始用的话 会干扰大家对 网易的一些选择 但是后面我也会给大家讲 怎么用这块 这块先不给大家讲 也不建议大家用 好 第三个 我给大家讲一些 网易中的类型的一些原理 比如大家看 这块有ABCD四个形状 分别代表网易中 不同的信息类型 同一个网易中的信息类型 ABCD可能会有多个 大家看 如果我点击第一个 点击第二个 它们两个是 是有共同类型吗 有的 因为它们都属于圆形 虽然这个是椭圆 这个是纵圆 那我点击第二个 第三个 它们两个有共同类型吗 有 它们两个都属于 都有绿颜色 结果最后 这两个呢 也有 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 巨型 虽然这个是正巨型 这个是长方巨型 那我们怎么选呢 根据网 web school有一个 原则 就是最小优先原则 如果你选中的 两个 信息 它有一个 比较小的范围 比如 AB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小的范围 是属于 它们两个 现在我们看 应该有两个 共同类型 一个是绿颜色 但是 还有一个叫做圆形 但是大家看 绿颜色 它的范围比较大一点 圆形的范围比较小 就是两个 可以确定一个 它们两个有一个 小的 类型 叫做圆形 所以说 一个最小的一些原则 它就只会选中 圆形这个区域 这些信息 还不会选中 还不会将这个 巨型也真的选中 如果要选中 如果要 选中圆形 如果要选中 也要选中绿色的话 我们就需要 再点击一次 这样的话 它就会根据 三个来判断 它们的 最小的 类型 就是 因为它们三个 共同的最小类型 就是 绿色 当然这个时候 不过选中最后一个 除非你再点击一下 最后一个 它就会根据 这四个来 判断它们的 共同类型 都是图形 给大家举一个 网页上的例子吧 比如说 简书 大家看 我直接点击吧 我点击 第一个标题 然后点击 第二个标题 大家往下拉 会发现 这个没有被选中 然后这个也没有被选中 这个也没有被选中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前面 这一个 这两个 它可以判断出 它们两个的 它可以判断 它们两个的 共同类型 是标题 但是它们还有一个 比较小的 类型是都是有题图的 类型 大家看 选中的都是有题图的 标题 这一个属于媒体 做的标题 但是它们 这网页中 它们还有没有一个 更大的类型呢 它们都属于标题 这个时候 你需要再点击一下它 大家看 下面的都选中了 因为它们 两个 现在有一个 更大的类型 就属于 都是标题 但是前面这两个 我们当时 点击第一个 点击第二个 再看 这个是没有选中的 因为前面 如果根据 这两个的话 它只能判断 虽然它们两个 都属于标题 类型 但是它有一个 更小的 类型 是 再提出的标题 所以它 最小 优先人则 它就只会 将 有题图的标题 给选中 还不会选中 它们两个 这个 而不会将 这个没有 提出的标题 也选中 除非你再 点击一下 它 就会发现 它们全部选中了 因为它 根据三个 第三次点击 判断出了 它们共同的 更大一步的 范围 类型 叫做 都属于标题 这个是没有 提出的标题 这个是有 提出的标题 你需要 如果要选中 全部的话 就需要 点击三次 点击它 点击它 再点击一下 它 它就根据三个 来判断出 更大范围的类型 属于标题 然后就将标题 全部选中 同样的也一样 我们如果选中 这个区域 选中 这个区域 大家看 下面这个没 记住的 它也同样是 没有被选中的 因为也是最小 优先原则 它是有 提出的 区域都选中了 除非你再 再把这个 再点击一下 没选对 选中 然后选中 然后到这块 再点击 这个范围不太对 再点击 选不中 我们换一下 换成这个 可能这块 就选不中 看这是出现 一种奇葩的情况 就是 它的 有提出的 和没提出的 就是 不是同一个类型 这就算属于一个 比较特殊的网页 这是怎么办呢 我们就分两次 将有提出的抓一下 没提出的 抓一下 两个 然后两个Excel 合并一下 当然这块 我后面也会讲一种 更加 就是 高级一点的技巧 可能能将这块选中 大家 后面 学到那种方法以后 可以再尝试一下 这块 就是这块的一个 原理 刚才我们介绍了 这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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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单页中 我们选进 类型 然后已经 确定好 要抓取的范围 单页里面 已经确定好了 变写已经测试好 数据是可以抓取 正确以后 我们接下来 如果要抓取多页的话 我们来 就是根据下面 这个步骤来 分析 第一步 我们分析 URL有没有规律 有规律的话 我们就用规律分页 参照第八节 如果没有规律 我们再看 它是不是 鼠标下拉 加载更多 这种形式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参照第九节 如果不是 我们就再看 它是不是点击 加载更多这种形式 如果是的话 参照第十节 如果上面都不是 我们就看 URL是不是没规律 而且可不可以 点击 页码翻页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用 第十一小节 讲的那种方式 如果上面都不是的话 都没法扎成功 我们就看 页码的URL 是不是定用的 网页的真实链接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采用 循环分页 这一节 第十二小节 也讲了 如何判断 页码的URL 是不是网页的真实链接 大家可以到这一节 再看一下 如果上面的 都没法抓取作业 我们就再看 第十九小节 我还会给大家讲一些 比较综合性的 比如说 它会将 规律分页和 鼠标下拉 加载工作结合 再就是鼠标 还有就是 鼠标下拉和 点击加载工作结合 还有一些 其他的 大家就到 第十条 十九小节 看一下 更多的技巧 再如果前面 十九小节 和前面的 都无法 抓取的话 大家就可以 来 来在群里 讨论一下 大家可以 加上 无信 我拉 大家 进 那个 讨论群 大家在群里 分析这块的 多页的抓取方式 当然这块 你是要先确保 单页 抓取成功 再抓作业 这样的话 就可以 去 节省一些时间 如果你单页都 没抓成功 再抓作业的话 肯定是 不成功的 就会浪费一些时间 还有如果你遇到 一个网站 你要来私信我的话 大家就要注意了 就是从第一期来看 第一期 两千多个 用户的 分析来看 这些方式 就足以 让你 把一个网页 抓取成功 把一个网站 抓取成功 有的同学 就遇到一个网站 就自己 都不分析 一步都不来分析 就来问我 这个网站怎么抓 这个 肯定不行的 因为 如果你给我一个 新的网页 我也是按照这个流程 来分析 如果你把你自己 要做的事情 不做 来找我 让我帮你分析 这就要 发红包了 对的 就是我也是 遇到新网站 也是按这个 步骤来分析的 你做的 我做的事情 和你做的事情 是一样的 你不做的话 不要我来帮你做 那就 发红包吧 这一节就 讲到这里 后面的话 我们再会 继续讲一些 其他的 好吗 OK OK 谢谢观看